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今天我们讲一讲竹叶的画法 竹叶先从晴竹开始 晴竹之叶主要是春天表现它从想往上蓬勃生长 从想往上春开以后 把叶子在烧上安排上去 叶子安排形成一个人子 一般叫道人子 从想往上用画成叶子的左右开盒 对叶子安排的时候 根据竹烧的长短画出大小左右错开这些变化 每一个叶子注意 两个笔成一组不要重复 注意左右错开 上边的叶子画出要大一些 下边的叶子要小一些 左边和右边注意不要平 画的时候如果右边画得重 左边要画轻一些 出于叶子的安排 要自然又要展开 有一点两样 我用大蓝竹开始画一下枝和叶 枝子呢 就是原来讲过 组织 分枝 搓开 然后根据烧上 左右把叶子分开 画叶子的墨要重一些 从烧上 找主要的位置 来画这两笔 画的时候从下往上走笔 蹲一下笔送出去 第二笔搓开一些 还是送出去 注意这笔的中锋掌握要饱满 送出去不要撩 要画出叶子的听法 没想到 什么 后面 要在这一步 除了 李森 叶子 李森 听 李森 不